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管他叫小如意 这刘邦由于非常宠爱这个欺负人 老想着费掌利用 当时刘邦还特别为这些事情召开了群臣大会 当时各路大臣呢 都持反对意见 这刘邦一瞧 这大伙都反对 我还谈什么呢 最后只好说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这会议就散了 但是即使这会议散了 刘邦心里头还老惦记着费掌利用这事 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 跟刘邦是老乡 都是沛县人 当时在沛县呢 大家一起心灵起义的 这周昌心想 费掌利用可是破坏了国家的大规矩 做不得 于是亲自找了刘邦来了 但是这周昌啊 有个小毛病 什么毛病呢 他口急 说话老接着吧 这急急忙忙跑来了 不是 陛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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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吗 他最简单的说 陛下 不可 这刘邦一听 周昌啊 你先坐下 有什么事慢慢说 你说什么不可 我 陛下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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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废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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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 李 李 李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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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事 这 这 不可 我知道不可 什么不可 我 这 这 我 非常利用 破坏了 国家的 大对去 这做不到 你要是 坚持 这么做 你要说什么 我也 我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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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您的 这刘邦一听 虽然心里很不知滋味 但是知道周昌是为了他好 也知道自己费掌利用这事不对 就说 周昌 我明白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费掌利用这事了 你就放心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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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说了 我都知道 大伙听了半天 心想 齐齐跟这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刚才说的 是白话文 其实在史书上啊 周昌是这么说的 臣齐齐 知齐不可 陛下御废太子 臣齐齐 不奉照 齐齐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一个齐 由于周昌口齐嘛 就把它说成两个齐了 那艾艾是说什么故事呢 艾艾 是三国末齐 魏国的名将 邓艾的故事 这邓艾跟周昌一样 也有这毛病 口齐 每回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老说 哎 哎 这 这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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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好 我 我 我 叫 叫 邓 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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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回啊 司马昭就问他了 说邓艾啊 你一圈到晚 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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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到底有几个 哎 邓艾一听就说了 哎 说 主主主公 你你你你看到美女就就就就就常说说 呃 谁谁啊 呃 谁谁啊 呃 谁谁啊 呃 你你你你碎了半天 其其实就是说说说一个妹妹碎爱你 后人就把齐齐跟爱爱两个词汇结合在了一起 引申出来齐齐爱爱这个成语 齐齐爱这个成语到今天引申为形容口级的人啊 说话很不流利 好了 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集 再会